我们刚准备开始聊 就是小屋里的男生是什么样的 你可以先边吃 然后我们聊一下 你可以先听 好啊 那我们就三个男生的话 我们就要讲一下他们的网名吧 然后年纪最小的 他叫多吃蔬菜 性格火辣 火辣的男生 我是觉得他虽然是99年 是我们这里最小的 但是他看起来 并没有那么的 并没有那么幼稚 对 这个评价是准确的 就看上去比99年成熟的一个男生 对 然后来 你接着介绍吧 第二位男生 第二位男生 一直是羔羊 羔羊 是94年的 95 哦 从那个星座到年笨 对 95 95 哇 书一这个得意 95年的 他应该会给你的印象比较 活泼吧 我觉得是活泼的 然后比较冷幽默的那种感觉 我心里也不是 对 但他们其实他们运动都挺强的 然后我们说第三个男生我觉得都不用说了 怎么 为什么呢 这是猜星座的那个男生 对 很厉害的那一个 对 哦 你竟然对上了 第三个男生的网名叫Liu Liu Liu 他的英文名是Liu 然后有一个谐音嘛 Liu就是Liu 他叫Liu Liu 他猜星座很准 你突然让他猜一下你的星座 他就是准确率大概85%以上 为他很自豪哦 哇 很厉害 漂亮 今天早上Liu的那个厨艺进步了 他炒了一个鸡蛋 不过他做的鸡蛋一直很好吃 他炒的鸡蛋最好吃 经常给你做 弯弯的反应 对 我就是对比第一天他的鸡蛋 我觉得他进步了好多 真的吗 反正我吃到的那次就 因为我很喜欢吃那种鸡蛋 他是那种就是 专门做鸡蛋 然后把鸡蛋做到极致的男人 是吧 那看来是个专一的男人 好男人 好男人 三个好男人 慌死了 光眼玉川 他们肯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鸡蛋一碗的好男人 太可爱了 这个刚下班的好男人 等到花儿抖泄了 这个点他们不回来 就说明他们真的 就没有一个回来 被他们抛弃了 对啊 没有一个回来我真觉得他 应该是 应该是一块去见男嘉宾的 哎 他直卷射 有可能 今天不正常 这咱仨人 我们三兄弟 整点 整点 对 呆在小 无堂 无堂呢 可以 这个好 灵牙 灵牙 呆在小屋里 沿沸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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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